Claven 丢外就问 壁伏牙6098 现价是否值得吸纳 铁底看多少钱 如果以6098来说 其实你可以吸纳的 因为始终本身物馆 我想整个板块的看法 其实都是属于正面 因为始终都是有很强的业务增长 甚至这些龙头 都有很强的收购并购概念 那变成这些看法 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改变 再加上壁伏 其实之前都做了一些配股 我觉得短期来说 你都不用太担心 他再做多次这些动作 所以我想股价上说 特别你看到配完股之后也好 其实都不是很狠质下去 反而都是慢慢阴点想上去顶位 都反映得到市场对他的看法是好的 因为其实反过来想 就是物馆很多时候配股 当然不要说你是否减持 我想如果真的公司配股 是资金上需要 其实大家对这方面看得正面 因为始终很多时候 本身物馆集资回来 其实都是想去做多些收购并购 因为实际业务本身就不缺钱 但是都要做的话 其实是明显地有东西去行动 所以大家永远 这些看法永远 不会太悲观 但如果你说还未有货的话 我觉得都是分注去吸 因为迫伏某一个问题就是 它在板份里面 因为它太强 所以估值就比较最贵 所以变成这么贵的估值 暂时市场气氛好都还能承受到 但如果一旦市场气氛逆转一点的话 其实对高估值股可能又有点影响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要买 分注去吸会好一点 我觉得第一下 你可以等低多一两元 例如下回大概78这些边位 才做第一注买 如果是再移低一点 才慢慢去加 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中线来说 要破之前83.95元 84元流上 其实机会性还是比较大 那么就这样